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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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我們的苗咪打圖鑑時間了 哎那上次基本上的話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那個惡魔族的圖鑑嘛 那後來的話呢 真傳奇關卡會繼續努力往前進 然後看一下會有什麼一些問號啊 在裡面哦 那我們上上次的話 貓咪圖鑑這邊是介紹到了 我們這邊超可愛 萌戲小精靈沒有問題好不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一下 接下來是什麼樣的系列 好 接下來好像就到活動的系列哦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梅魯可的系列啦 那梅魯可的故事的話好像就是 都是那個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哦 來看一下 飛翼龍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從空中放出強烈的一擊哦 能對黑色敵人造成超大傷害 所以他是打黑色敵人的角色 然後進化之後變成這個喵翼龍 貓咪軍團以飛翼龍為藍本 經過無數次秘密研究後 製造出的合成魔龍哦魔獸 能對黑色敵人造成超大的傷害哦 沒有問題 但基本上活動角色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可惜 就是他的那個 三階的那個角色沒有說那麼多 就是不是每一隻都可以三階這樣子哦 那我們這個狼女就可以哦 好這是我們的哈爾修特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理性與直覺千倍的銀色 銀色野獸啊 有時候會發出彗星一擊 對上鋼鐵很耐打沒有問題 你進化之後變這個哈爾修特希希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是非常專情的酷女哦 暱稱是哈修 有時候會發出彗星一擊 對上鋼鐵也很耐打 然後他三階進化超級漂亮 哎三階進化的圖啦 啊很漂亮 他三階進化變成這個革命的哈爾修特希希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哦 將王國鋒新服裝穿著的非常合適的革命劍士 我其實蠻喜歡他長頭髮耶 對阿長頭髮真的很漂亮 有時候會發出彗星一擊 對上鋼鐵也很耐打 他是個獸娘好不好 獸娘 這是我們的哈爾修特 沒問題 然後下面一隻是我們這個 可納莉亞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憧憬飛龍夢想著建造通天之橋的女性 有時候會讓紅色跟黑色敵人動作瞬間停止哦 因為我覺得梅魯可物語當初也算是蠻久以前的遊戲 那時候算是還蠻新穎的 很好玩啊 確實是很好玩 只是那時候 哲平基本上就是 還不是全職的youtube 所以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玩那種遊戲哦 不然以前的話 那款遊戲真的還不錯 而且他還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打工會戰 然後出刀之類的東西也是蠻好玩的 然後角色的話故事也是非常非常豐富 然後貓戰的角色在裡面的話 都變得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我有用幾張那個圖片封面圖啊 也是去那個梅魯可系列裡面去拿的哦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可納莉亞西西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熱心收集通天之橋的材料龍靈 有時候會讓黑色與紅色敵人動作瞬間停止哦 所以他是能夠 呃暫停我們黑色跟紅色敵人的 但是他是有時候不是百分之百哦 好在下一隻 超級無敵好用 好用到炸開來的好不好 天使敵人坦克 優凡絲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哦 天生怪力又性格乖皮的騎士 但其實是個內心溫柔的好青年 對上天使敵很耐打哦 這個真的是超級無敵好用的哦 好進化周邊這個優凡絲希西 然後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梅魯可表示那件事是個秘密 嗯嗯 對上天使敵很耐打好不好 那第三階進化之後就更棒了 因為他會有一個這個攻擊無效 就是會有一個無敵護盾哦 假日的騎士優凡絲希西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哦 梅魯可就是個秘密 有時候會將秘密圈插圈插哦 對上天使敵人很耐打 有時候可使攻擊無效化 這次的話真的是 那個活動系列這個 梅魯可系列的話則憑目前來說 都還是會用了一隻角色 因為這隻角色是 對我們天使敵人的一個坦克 然後非常非常非常優秀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 還有機會遇到梅魯可物語的話 如果你抽到優凡絲的話 千千萬萬要開心起來 因為他真的是超級無敵好用 尤其是他天使敵人對不對 然後他是坦克對不對 他後來又多加一個攻擊無效 所以天使敵人都已經很難打死他了 他現在天使敵人又對他攻擊無效 你就知道這隻角色非常非常非常噁心哦 啊沒有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優凡絲啊 是我們那個梅魯可系列啊 大家都很推薦的一隻角色算是 算是大獎吧 不過梅魯可系列的話 還有其他隻角色很好用 就是諾諾跟我們就是那個 玉樹式吧 因為那個的話基本上那兩隻的話 都算是 蠻有用途的一些功能角色 然後再加上這個優板子 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厲害哦 好 在下面一位是我們這個 米斯蒂卡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和夜間生物交換了契約的神奇少女哦 攻擊距離長 且善於攻擊黑色敵人 沒有問題 他是一個遠攻距離的那個 墳墓墓墓墓少女有沒有 很可愛 好 進化作為上顏色 變成這個 米斯蒂卡西西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據說如果摸了他戴著棺材 就會化為灰燼 好恐怖 攻擊距離長 且善於攻擊黑色敵人哦哦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 遠攻距離的 對黑色敵人的一隻角色 我也是比較少用啊 梅魯可系列 我真的是最常用的就是那個 優凡絲了哦 然後我們還有一隻沒有抽到 而且這隻也是可以三階進化的哦 應該是那個 雷電妹妹吧 還是誰 忘記了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劉姬 劉姬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留在縣市一直尋找其兄長的 和之國少女 嗯 原來又是在找哥哥 有時候會讓一星戰士和不死 生物動作變慢哦哦 沒有問題 所以他是能夠那個 終結不死的哦 他是能夠打不死敵人的 然後拿了兩把武士刀 帥氣帥氣 聽話之後變成這個劉姬希希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非常珍惜著最愛的兄長 送給他的和服哦 這是他哥送給他的和服 嗯 嗯 哈哈 有時候會讓一星戰士和不死 生物的動作變慢 範圍攻擊 他哥怎麼會知道他穿什麼size 嗯 嗯 哈哈 好這是我們的這個 終結不死沒有問題 他是我們的劉姬哦 分享珍惜他哥哥送給他的和服 好吧他在尋找他的哥哥 那劉姬二鍵上的話 我也是比較少用啊 因為他的那個 攻擊劇也是 在一個比較尷尬的一個範圍 我真的梅魯可物語 最常用的就是我們那個優凡斯哦 沒有問題 好 那這是我們的 我愛握之 哎這個好像是近期 就是梅魯可裡面最新的一隻角色 那其實我也沒什麼在用他 那大家如果對於 梅魯可物語的角色有一些就是 啊 你們說哦 哪一隻也很好用啊 比那個優凡斯還好用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真的蠻蠻想知道的 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放棄了城市海盜的過去 成為 某海兵部下的青年哦 畢竟能死前存活 有時候施放渾身一擊哦 他是能夠打渾身一擊的 哎渾身一擊的這個圖好帥哦 他是一個 類似那個白色猩猩爆炸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看到 渾身一擊 然後還有這個 死前存活跟破洞三愛無效哦 所以他也是可以破洞三愛無效的 一隻角色 我是希望可以裂坡了 裂坡三愛無效的那個角色的話 應該最好 好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愛握之兮兮來自梅魯可物語的戰士 立志要是為了一個付出 士己力量的青年 畢竟能死前付 有時候釋放渾身一擊 所以他是一定能夠 釋放渾身一擊的 那啊不是 一定能夠存活死前存活 然後有時候會釋放渾身一擊的角色 那這次的話好不好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他是近期最新的一隻角色哦 其實貓戰的話就是 最特別的東西就是 他每一次出的角色對不對 不是新角啊就會比較好 就是因為 每有一些遊戲 他基本上都是新角 然後就是努力的往上嗎 然後往上之後就那個對不對 努力的往上就那個 哎 就是越來越強了 所以新角通常都會比以前的角色還要強 但是美如可不是不是美如可 就是貓咪大人這款遊戲的話就比較不會 這樣子 就是新角未必會比就是以前的角色強 就是他還是有分額 但是角色都很好看 然後大家也會很想要去收集這樣的概念哦 然後下面就是我們的這個 曼波魚王 重活下去好不好 曼波魚來參戰 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曼波魚 從外表上就能感受到王的氣勢凝忍哦 大家那個時候就說 這個系列是最不該抽的系列 但是如果你很想要收集的話 基本上可以拿 我記得好像他是百分之百一定中的嗎 因為他裡面的超級稀有好像就只有他一隻 哈哈哈哈 所以又有超級必中 所以就一定會抽到他好不好 這是我們收集用的角色 曼波魚王哦 沒有問題 然後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生存傳說逐漸完成了背負重大 啊重責大任的曼波魚 雖然一生艱辛 不過沒有絲毫後悔哦 瀕臨死亡前 吶喊主意觸及海源 就是在形容他的那個 吶喊聲很廣這樣子哦 哇 而且他的喊聲是哇 我看一下 他一開始這個 我看他每次喊的是不是都一樣 他如果每次喊的都不一樣 他是蠻有蠻用心的 就是看一下 曼波魚平常是怎麼叫 然後死亡的時候是怎麼叫這樣子 他第二隻叫哇 然後這隻哎 快叫快叫 曼波魚王快點叫給我聽 哎真的是喊不一樣的 我他剛剛好像有點太快 我沒看清楚 他喊怎麼英文還是亂嘛 是不是 他每次喊的都不一樣 就是 哇 那這個其實在字幕上面設計 也是蠻用心的 看一下哦準備要喊了哦 來了來看一下 oh my god 哦他喊oh my god 然後這邊 生存傳說是喊哇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到底會還收 哎 哎你們有發現嗎 哎這還蠻特別的哎居然 居然嗎 這還蠻特別的哎 就是他有他有不一樣的那個哎 不一樣的講話哎 好笑哦 這個是喊哇啊 對對對 來看一下最後 太平洋之王啊之主 最大的深區 當然適合最大的海洋 無預警的會發生猝死 因為這樣更加熱情的油在當下 發光發熱啊發光發亮哦 來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們這個太平洋之主 是喊什麼 第一個是喊oh my god 第二個是喊哇哦 他是也是喊哇哦 但是他變得很帥 像賽亞人哦 好沒有問題 那今天介紹就是開始 我們這個圖鑑 就會介紹就是活動的角色了 那活動角色的話基本上 我有一些都沒有拿完全啊 這個系列不知道是什麼的 我把少女小圓的跟那個 這個是什麼我就不知道 好像有一整個系列都沒有抽到 是不是好慘哦 哈哈哈 好那你們基本上 今天最喜歡的是哪一個角色呢 我基本上 真的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有看到優凡斯的話 真的是要趕快把他練起來 而且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硬 非常非常坦哦 打天使敵人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跟拉麵王好不好 可以並駕齊驅 就是可以兩隻一起打爆那個天使敵人哦 啊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看到這邊啦 我是許平才見 讓大家拜拜啦